大家好 现在是2023年7月6日 欢迎收看今天中午的节目 我们看到今天上午10点30分过后 港股的无预警下挫 也是让上证指数由红翻绿 另一方面 离岸人民币目前依然在7.26附近 如果今天下午或者今天夜盘 离岸人民币不能重回7.24附近的话 那盘面可能就会像昨晚我们说的 进入到为期一周左右 在3200点至3285点之间做区间震荡 而对于目前的操作 其实严格来说 我们只有四种做法 第一种在涨停股集中的方向 做短线和超短线操作 第二种压住个股中暴预期 做提前埋伏 第三种对消息面的持续性进行压住 也就是压住某个消息面对板块和个股 可能会有几天的影响 一般来说这种做法 如果你不是在消息出来第一天或第二天进场的话 那么后续再进场的风险就比较大了 第四种 压住下周或者下下周 北京刺激政策可能失利的方向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今天晚上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